普利哥人突然坠机死亡 阴谋论开始流传 这是意外还是阴谋 罪魁祸首到底是谁 8月24日凌晨 俄罗斯官方媒体表示 8月23号在俄罗斯莫斯科附近 坠毁了一架私人飞机 其中三名机组人员和七名乘客全部遇难 而遇难者包括整个瓦格纳军团的领导层 其一把手普利哥人和二把手乌特金 和其他的高级指挥官全部死亡 在凌晨4点 俄罗斯官方搜寻到了普利哥人的尸体 此事立即引起轩然大波 因为普利哥人的飞机是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出现了击毁人亡的重大事故 而普利哥人又身份敏感 在两个月前刚刚在俄罗斯境内 惊喜了一次无功而返的叛乱行动 虽然叛乱行动已和平解决首尾 但在事故发生后 瓦格纳的电报群仍旧发文认为是 普京下令干掉了普利哥人的飞机 以绝后患 西方部分媒体也给出了这种猜测可能 称俄罗斯防空部队可能使用了S300 S400 甚至是山毛局防空导弹 击落了普利哥人的专机 不过从俄罗斯网友拍摄到普利哥人 飞机坠机的全过程看 飞机发生了爆炸 这一点是明确无疑的 而且整个机体较为完整 基本上能够排除 俄军使用中远程防空导弹 将其击落的可能 原因有二 首先无论是俄军的S300 还是S400防空导弹 打击近距离空中目标的弹种 只有9M96E音 这款导弹射程40千米 但是弹头装药量 足足有26千克 这意味着俄罗斯防空部队 若对普利哥人的飞机开火 20多千克炸药的爆炸 和刺散的破片 将会把普利哥人的小民用飞机 炸得千疮百口 即使零件四散飞落 要是山毛局导弹 威力就更大了 弹头装药70千克 一发防空导弹 就能够直接将普利哥人的飞机 炸得解体 变成一堆散落的零件 但根据视频看 普利哥人的飞机 在整个坠落过程中 都保存得较为完整 机身残害也没有明显的弹痕群语 当然也有人分析是 更为简便的便携式防空导弹所为 但根据视频显示 并未明确见到便携式防空导弹 发射时在空中留存的尾烟痕迹 而且普利哥人坠机前的飞行高度是8500米 这个距离已经超过了便携式防空导弹的射程 因此 普利哥人飞机毁于防空武器系统打击的可能性 可以说是极低的 通过目击者现场拍摄的视频可以看出 普利哥人的飞机最后直接冲向地面 飞机在空中已经局部解体 一侧机翼整个脱落 发动机正常工作 飞机烟迹特征较为明显 有分析认为 普利哥人的飞机很有可能是 机内出现了爆炸事故 导致飞机失控坠毁 可以说若在机身上做手脚 只需要少量炸药 就能够对飞机结构造成致命损伤 并且导致其坠击 有军事博主指出 在普利哥人的专机是巴西航空工业的 莱格赛600 属于中小型双发喷起公务机 对于这种小型飞机 在两个位置安放炸弹 能够导致其出现视频中所展示的坠毁事故 第一个位置是双方发动机的下方机身火舱 这个部位靠近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 升降度和方向度也在后方 如果在这个部位安放炸弹 也能够将尾翼炸落 导致飞机迅速下坠 快速过载会拉断一侧机翼 第二个位置则是机翼和机身的电机部位 在飞机高速飞行时引爆炸药 足够让机翼被撕裂 飞机坠落时的高速过载 仍旧能够拉断飞机的尾翼 而且需要明确的是 普利哥人的飞机在事故前 从未发出过任何的求救信号 飞行高度速度在事故前始终正常 那么机械故障和天气原因导致飞机坠毁的可能性 实际上并不大 也就是说 普利哥人坠机身亡这事果然不简单 但凶手是谁呢 对于普京的指控 目前没有正确而且缺乏逻辑 因为普京要惩罚普利哥人 有的是时间 而且不会采取这种暗杀手段 普利哥人八成要蹲耗子 而在这个关键点做掉普利哥人 就等于向全世界宣告 凶手是自己 因此此次行动由美国和乌克兰情报机构策划的动机较大 因为这样可以加速激化瓦格纳和俄罗斯政府之间的矛盾 同时可以嫁祸给普京 损害他的威望 并且动摇俄国潜线军心 这并非没有可能 莫斯科也不是绝对安全的地方 开战以来 被乌军和渗透部队成功袭击了数次 而这件事的真相到底如何 俄罗斯官方已经对坠机事件进行调查 我们得等最终的结果报告 感谢观看